為了向社區立美化賓車營造特使社區觀光環境 此理向社區發展學會在理事長以及志願的創作一項 向社區來通往在外賺主運台的一條道路兩邊 今末末營費 期待未來回饋時 可以為電風帶來觀光經濟發展 並向社區理事長和志願來跟社區通往在外賺主運台的一條道路上 再來數十張營費車 因為它正在道路兩邊 對它們要帶一款經濟美化以外 也希望未來這百營費 可以先為民後社區的最經典 這就是社區的理美化工廳 所以說這道路如果做得成功 它要外賓 因為這道路是通往主運台去的 通往在外賓的那裡 所以說這道如果有辦法 它要觀光客就會外賓 我們在外賓的那裡是有一個清水公園 所以說這道路就是 這個活動希望說 可以每一年繼續做 整個頭差不多要到十公里了 社區由我們理事長邀請我們社區的義工來這邊種植櫻花樹 未來的發展就是我們這一條路是通往日月潭的慈恩塔 已經錄也可以通了 可是美化立化的工作 現在我們繼續在進行 可能到了兩三年以後 這一條路的景觀就不一樣了 跟議員黨社區也共同參加來協助再見 大家財心協力 將受求聚進而好 看到道路兩邊進化營灰 議員黨社區也相當困定民後社區的用心 未來可以出現地方的觀光發展 那這一處由我們社區理事長郭文宏先生來發動 由我們老闆管理想來提供到營灰的草災 所以我們現在在民後義者坑道路兩邊來製造營灰 最重要的是這條道路就是通往我們日月潭的慈恩塔 這條商業道路也可以說是一個觀光的道路 如果兩邊的營灰能夠管理成功 這也是在創造一個新的經典 為整個鄉民好餐的家庭子 可以躺到一些淡的營灰 這條路不僅雖然沒有觀光建設 但那些可以在港府觀光處的協助 和上社區協會和其民的更新協助 就可以來發展觀光 記者金傳差不多